韩国瑜说,我们在外面拼了52亿的订单,台北要罚我50万,这是不是脑袋坏掉了? 如,记者蔡浩翔设政治中心,综合报导高雄市长韩国瑜港澳深煞行,与中联办官员和大陆国台办主任刘洁怡见面,陆委会表示, 韩国瑜的行程同有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情况,最高可处50万元以下罚还,陆委会并将制定韩国瑜条款,让县市首长等人赴港澳时能有申请流程与行为规范,韩国瑜拼经济之旅第五天,26日抵达厦门, 签下9亿元人民币约和新台币9.2亿元订单,卖出1.5万公分的农与产品,此行累积下来的订单金额已达新台币52亿元,突破原本预期,他在采购签约仪式上接受媒体联防表示,我们在外面拼了52亿的订单,台北要罚我50万,这是不是脑袋坏掉了? 陆委会则说,韩国瑜防港澳,行前未公布于港澳中联办会晤行程,引发舆论哗然,中联办的政治属性仍尽皆知,该机构使中共渗透港澳,强化一国及弱化两制的推手,其对港澳政治、思想、言论的管控,从种命请导师作为除遭国际社会批评,必受台湾,港澳民众客气,韩国瑜会见澳门中联办主任副自应, 图,高雄市政府提供韩国瑜会见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明,图,香港中联办官网陆委会表示,韩市长此行员申请赴大陆参访交流计划,为列明会见国台办主任刘洁一,出境后始于25日正式行文提出补件,且在香港与中联办官员会见并未公开,这与韩市长行前对外说明行程会公开透明未尽相符, 陆委会指出,由于韩市长此行与陆方官员会晤,涉及及其敏感的政治行为,引起外界诸多猜测,本会早先已预请韩市长行程应公开透明,并已鉴请内政部联审会同意,要求韩市长返国后限期到联审会说明,已施外界疑虑,并让民众放心,联合报报道,陆委会将 制定韩国瑜条款,使直辖市长、县市长和政务人员等人赴港澳时能有申请流程及行为规范,并依总统蔡英文指示,愿意修正香港澳门关系条例以维护国家安全。